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身边的锦西姑姑了 而汪导演他将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交给了一个新人 叫做陈小云 他的演技非常好 长得也漂亮 而且说话声音非常温柔 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被索心得声音给暖到了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得是 陈小云与汪导演以前在演小别离 的时候就是演过夫妻 也正是因为合作过 而且这根之底 对这位新演员的功底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汪导演才放心 将正这个角色交给了他 汪导演他除了选择在自己导演的电视剧 里提携自己的妻子陈小云以外 还选择了给自己的宝贝 儿子胡千寻也要安排了一个角色 那就是永成了 胡千寻也能算得上是一个演技 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孩 之前在《白了嘲讽》电影中 虽然演的是被赶走的那个小学徒 但是齐青战的演技 尤其走的时候 回眸一个不甘的眼神 让人们深刻的记住了 后他在小的别离 终时演了一个叫做张小雨的小男孩 也是靠着这个角色 他才真正的被观众所舒适 后来呢 他还演了《狼牙宝2》 《老男孩》等 都表现出了他十分精致的演技 要我说了 汪导演真的是算得上 非常有眼光的一个人了 当时在筹备这个电视剧 要选这两个角色的时候 陈小云与胡千寻 几乎都没有什么大的名气 只能算得上是一个无名的小演员而已 但是因为两个人演小别离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都一起被汪导演看中了 所以在《如意专》中 他选择了再次将自己原版小别离的家庭成员拿过来演电视 而且俩个人都给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也能看得出来 汪导演其实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研究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愿意提携新人的导演 对此呢 有不少网友调侃的 王导真的是不想让肥水流到外人的田里 所以才把重要的两个角色交给了他的家人 不过我们都知道 这也只能是一句玩笑 读完本文记得关注小编 您的关注 就是对小编汗水和才华的肯定 有什么想说 那也可以给小编留言哦 小编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 感恩 感谢 本文由娱乐影视浩子原创 带你一起学知识